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亚洲临近国家衰退最明显的 那本席认为我国贸易出口衰退是一个警讯 台湾必须要寻找国外的市场来做突破 才能提升贸易的一个竞争力 马总统上任以后 与大陆签订了ECFA 与新加坡、纽西兰等国家更签进了经济伙伴协议 与经济合作的协议 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开拓国际的贸易空间 可惜的是 我国却未能够与第三大贸易伙伴的美国 继续举行第七次TFA的一个协订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反观 与我国最主要的贸易竞争对手 南韩 在4月与美国签订了TFA的以后 那么 以几乎完成 经贸战略的一个布局 尤其他更以全球啊 来签订的TFA的为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无形中更削弱了我国贸易竞争力 以及增加产业竞争的一个压力 而在 2007年的8月16号 那时候台湾是阿扁政府执政 已经跟美国签订了这个牛猪和莱克多巴胺的一个协订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马总统是以最负责的态度 来为我们国人的健康 把关的情况之下 一起来让我们台湾的经济 外交 以及国防 在努力 事实上 今天我们政府以专业考量的制定 安全隆喜 牛猪分离 强制标志 排除内脏 等四大的原则 来有条件的进口美国牛肉 不但可以确保国人食品的安全 也兼顾了台美关系的强化 以及台湾的竞争力 期盼朝野各党都能够协助政府 制定完善又安全的食品政策 如此方能拓展我国自由贸易的市场 为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 带来更大的成长空间 希望大家都能够为国家的 这个未来勇敢的跨出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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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